隋兴侠已经被正式官宣 直接任命为国家女族的主教练 那么男产的时间已经很久了 我们也一直在讨论推测这个事情 到底是个双胞胎啊 还是个龙凤胎啊 还是单独一个男孩啊 或者是个女孩啊 生不出来怎么办呢 我是提议啊 实在是男产的话 那就来一个破腹禅 而且是要求尽早进行破腹禅 结果呢 大出意料啊 对吧 竹鞋的办法居然是直接不生产 到上海去直接领养一个算数 领养一个 而且也是个女孩 这个结果 我作为个人 我是接受的 我是欢迎的 但是确实 因为竹鞋工作的那个粗糙 不应该是粗暴 那直接连带出来一些新的问题啊 对吧 第一个问题 那么 没生下来的那几个 你总得有个妥善的交代吧 尤其是陈婉婷 竞聘的流程全部走完了 面试第一 她是认真的准备 极其负责的呀 到北京 到现场 去参加整个的竞聘 面试的 面试很成功 出任女足组教练 也是顺利成章 呼之欲出 那就在这个将出未出的时候 这个时候突然就废了 说废了就废了 这怎么可以呢 这不就成了个儿戏了吗 对不对啊 我反对赵俊哲 出任女足的主教练 这个是发自内心的 因为她的过往的经历 尤其是女足工作的一片空白 无法证明 她能够胜任这份工作 但是现在我也坚定的认为 这样的草率的处理 对赵俊哲 当然也是不公平的 对所有参加竞聘的人 都是不公平的 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这个交代 我们是要给到 所有参加竞聘的人的 不然的话 已经饱数质疑的公信力 那就会荡然无成 如果继续 我心我素 那就变成了权力的傲慢 足球事业发展的悲哀 它会产生持续的 长久的伤害 别人带出来的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个程序问题 不少的球迷朋友给我留言 我们也一起交流探讨 这个水庆霞出任女足主教练的 我们的一些想法 水智岛出任女足主教练 这个结果大多数球迷 欢迎点赞 或者至少表示能够接受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但是呢 好结果的产生的过程 有明显的缺陷 这就是个程序的问题 那么原来的这个选率的流程 选出了贾秀全 已经被证明失败 选出了李铁 也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 以前选出来最后结果证明被 还是失败的这种情况 还有很多 那么我们就要反思 重新制定科学的和李铁 一个选拔的流程 现在这样直接粗暴的推翻结果 直接粗暴的一直认命 就算完事 这个是用新的不公正 代替了原来的不公正啊 难怪我们球迷朋友留言 留言也非常有道理 很尖锐啊 说没参加高考 直接发录取通知书了 没有参加比赛 怎么站到了冠军的领奖台上呢 所以我强力的建议 今后竞聘评议人 应该采取单数 这次是双数 很有可能会交着 应该单数 比如七人或者九人组成 其中的专家评委 应该提前公布 由全国的球迷来进行投票 插额选举 同时应该先收 球迷的代表参加评议小组 这样集思广义 必有好处 您觉得我说的这些话 有没有道理 欢迎你留言 转发 恰恰推荐 那这些话 让我说的 绝对 这个话 可以 感谢观看